上周天有位朋友留言给我 希望我做一期关于如何选房的视频 对于这么好的小红粉 那虎哥一定是有求必应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 在我眼里什么是装修省钱 以后升值潜力无限的好房 大家好 我是澳洲队长 懂装修的虎哥 关于房子的事越早知道越好 之前我出过一期视频 贵的就是好房吗 是和大家讲过哪类房子问题比较多 没有刷过的朋友可以往前翻阅一下 再去看 今天在这我就和大家讲讲 哪几类是我看的都流口水的好房 这第一点呢 就是不要自己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你千万要记住 买房是投资不是消费 只有租房才是消费 不走最好 但走最贵 就算你是用来自作的房子 也叫投资 所以买的时候一定要符合主流的认知 千万不要盲目自信 觉得别人都不看好的房子 你只是住也没想着去卖 只是图了个实惠 何乐不为呢 sorry 有钱真的了不起 你但凡有这样的想法 那你就入坑了 房子是用来住的 没错 你也可以一直住着不去买 但千万别在你需要卖的时候 发现卖不出去 没看明白的 倒回去重看一遍 这第二呢 是从房子硬件进行评估 大家先要明白 房子的位置和面积 不是硬件 硬件是指城高 朝向 房子建造的材质 房子周围的植物 还有房子使用的历史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些 优质房的数据啊 老房城高 不能低于2米7 朝向 北为最佳 起码卧室和厨房朝北 建筑材料为木加水泥加砖墙加铝合金门窗为最佳 房子直线距离15米内不能有大树 最好房子10年内无交易 对于这些数据有疑问的朋友 可以关注虎哥在留言区留言 我帮你解读 第三呢 不要被那些房子装修迷惑 买房子没有一见钟情 如果这房子一眼就让你心动不已 八成了 你是遇到高级的郎中了 不止预售房是那有段位的 顶级的套路就叫化妆房 你喜欢看开了美颜的主播没有问题 但过日子还是那些树面的邻家女孩 敢以真面目面对你的 优缺点都清清楚楚的 那才真正叫捡到宝 所以尽量不要买那些重新翻修过的房子 他们只是为了卖房才做到翻新 目的只有一个 花五万争值十万 这第四个要点呢 就是宁做凤尾不做鸡头 宁可买好区的破房 也不要买远区的新房 你以为你花了上百万 买的是那个建筑物吗 错咯 你买的是这块地的历史和未来的价值 盖房子的建筑材料 你用了就会自然折旧 会越来越不值钱 升值的永远是你房子下面这块土地 这第五呢 就是千万别幻想 你要买一个一步到位的房子 买房这件事啊 关键是你得上得了车 千万别站在车下 只要这房子的硬件符合标准 功能不够 设计来臭 房子只要室内面积够用 其他的功能和空间都可以分割出来 但你要做好申请permise的准备哦 其实啊 关于什么是好的房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评判的标准 我上面讲那些呢 只是把自己的一些观点讲出来 送给那些对房产 设施不深的朋友 但评估一个house的真实价值 绝对不是这么三言两语 这么想清 大家如果有关于房子的问题 都可以在留言区提问 因为这里可真是承诺的地址 不信你就抛出个问题试试 好了 今天就到这吧 还没有关注虎哥的 请你伸出发财的手指 给点个赞呗 你的鼓励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咱们下期节目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